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7月15日 今天已經是星期一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袁爸爸 我們繼續聯合廣播 這節也是繼續討論美國的局勢 因為我們剛才也在想 現在 一場 危機 就過了 但是如果這場危機 真是如果不幸運 特朗普的一槍打爆頭 其實對於美國是一個很大的災難 因為 他們那邊的人一定是大亂的 尤其是 保守派那邊 一定是第一時間 遷入拜登或民主黨政府 兩方面 這幾年其實美國的那種撕裂 社會撕裂是很重要的 如果 一個icon死了 他們覺得萬念俱灰無希望 是真的全國暴動 也有人在討論 可能德州會出來宣布獨立 因為 德州當時的Policy 當然是美國聯邦的Policy 就是他隨時去獨立 到時美國真的會分裂 又要來多次南北戰爭 總之 有排亂 最得益的那個當然是中共 因為搞他那個 自己的家有事 紅州就去圍圍華盛頓 如果特朗普出了事 如果死了的話 整班普守派的黨的州多 就是圍華盛頓 要逼你下台做得出 只是政變 美國一樣可以政變 所以 這次 上天都算對美國不報 變成 化解了一場 很大的危機 未緊 其實我們 想想一個問題就是 這次特朗普即使贏 他只能夠做四年 因為他已經做了一次 他不能再連任 他的政策有沒有辦法延續呢 這是大問題 我最擔心他上台之後 兩年半貨就沒有了 然後就要搞競選了 政策的延續性太短了 就算有重招 這是我最覺得是他上台的大問題 因為美國那麼多年 每次換政府 都會令到全世界局勢大變 包括越南 包括當時的朝鮮戰爭 包括吊塞了中國 一連串的問題 其實是跟美國的換政府有關 每次 美國的換政府 就會帶來 亞洲一個重大的災難 每次都是亞洲的 越南一次 南北韓一次 中國一次 中國那一次 中國那一次 是一個禍根 那個禍根到現在都沒有解除 你想想 40年代 不是你這個混蛋馬歇爾 不是你盜魯門 再搞下去 差不多是一個世紀 差不多是一個世紀 30年代 過了十多年 三四代人 受害 很嚴重的 所以 我們也看到很多時候 最近 有人在說 最近 共和黨的政綱 政綱 完全沒有提到台灣 這件事令到台灣人很擔心 2020年 沒有篇幅說台灣 這是令到人很擔心 因為 川普是否會放棄台灣呢 之前也有的 因為以前共和黨說起 所有政綱 都會提及台灣 要捍衛的 這次完全沒有提及 因為之前阿琛曾經說過 他兩件事都說過 第一就是 你覺得要台灣 我們就炸北京 但是有一次說 台灣沒有所謂的 請我們這麼多生意 我們想幫不幫都可以的 兩件事都說過了 又是表戰略不確定 不知道你開哪一份 如果是台灣也挺害怕 台灣一直都是親美國民主黨的 在我們外國人 心目中看到好像台灣很重要 對美國很重要 在美國人心目中就不是那麼重要 他們的看法不一樣 不過現在的問題 不只是美國 因為台灣 我們看看數據 全球的航運 幾乎有一半的船隻 是會經台灣海峽的 現在已經不只是 中共的事 不只是美國的事 還有南韓 日本 還有德國 法國 英國 他們很多時候的航線都要經那裏 不是說 美國人你不理 不可以的 他們也覺得 他們也是 要Stakeholder 所以 台灣有事 不只是日本 是全世界都有事 所以 我們看到 特朗普的戰略目標 如果你真的 放棄台灣 這件事 又會造成一個大災難 也是一場烏克蘭危機 是啊 你給他膽子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過往這兩年 西方政府 太過縱容普京 使得給他膽子 其實你不是給他膽子普京 只是撞了一群的膽子 原來是侵略那麼小事 不單止沒有懲罰 還有幾個總統來輪流來求我 撤兵放虛 叫我不要那麼重手 原來是這麼重要的 我老是要侵略的 特朗普的人做事 就等於做生意 小本大理 他不肯喜歡大本大理 所以當時看到他炸敘類 然後告訴習近平 我已經搞定了他 然後殺那個聖誕 他夠膽斬手 這些成本低 所以他不是那種做生意 大本下去就希望賺回大錢 不是 小本大理 輸了也是有限的 沒錯 如果他用這個小本大理人同 斬手中南虛很容易 實際不是那麼難 是啊 成本更低 斬手之下 那些陸常委來跟我們聊天 到時大家 大家瓜分這個土地 什麼都可以 但是問題 會不會這樣做呢 如果你炸了人民大會堂那邊 那些東西 那些天開門那些東西 那些人都不知道在哪裏開會 他整個中國的領導很靠這些形象 毛澤東福祥啊 天開門 這些形象 這些形象就沒有了 中共一帶在手船上偷偷幫幫幫開 你們反正都是過了 你們反正都是過了 因為那時候 那個開會地點 穿了煲 所以就躲在手船上 開會 偷偷雞雞的 鬼鬼祟祟政黨就是這樣做的 你們鬼祟開的 這個問題 如果 特朗普 未來 真的 可能 對於台灣也沒有那麼著眼 因為你覺得他要小本理大 小本理大你可能要先發制人 他就說要讚你北京 他就說出來給你聽 你自己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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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算是戰略模糊政策 中國大陸就是摸不清楚 特朗普 他反而懂得虛質 實質 實質 虛質 他懂得這套東西 他不會公開告訴你他做什麼 民主黨就太公開了 讓你無鄰兩可 你自己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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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北京也會贊你 現在政綱特意藏不住台灣呢 忍中共出手 原來就是他引誘習近平攻台就是他 他做生意在紐約那些人很陰 你不要以為美國人一定攻 他有他們那些陰法 你想想 全世界的聰明人 全都在在紐約那些人 那些人 什麼招都有 阿拉伯招 印度招 猶太招 你想得出那些他全部都有 那些人學到東西 登月長海當時 當日是很解釀的 學到那些壞東西 對呀 不過有一件事 如果我覺得有一招 是一路影響的 怎麼一路影響的呢 不但不用成本 還有錢收 就是 駐軍 在台灣 台灣給軍費 錢也不用出 有人幫你養軍隊 然後駐在那裡 我不相信共產黨敢打過來 一招就搞定了 如果中共是不是不滿意 我立即跟中共建交 中共立即收爹 中共也是說 你帶他就收爹了 你講實力的嘛 我在台灣駐軍 我不相信你敢打美軍 中共是真的怕瘡 因為他發現人不夠大 因為他知道 他是會 不按常理出牌 因為當時 炸敘利亞其實是嚇倒習近平的 一夜就炸了 吃了早餐而已嘛 炸了30年的導彈 其實也是 現在的問題就是 拜登在這幾年被人感覺到他很軟弱 尤其是他應該裹斷的時候 他不敢裹斷 烏克蘭也是一樣 如果他那時候給多些武器 給多些提供人多一點 應該會拖到那麼久 拖到自己 拖死了自己 拖死了自己 其實他是不是真的這樣想也不知道 他經常怕普京 你那麼怕普京 你就不要什麼啦 你又不是啊 你一早 就直接派美軍轟炸 牧師科 炸到他 停了 他立即投降 你只是要去投降 你敢用核彈 你有我們沒有啊 你敢用核彈 你一顆我們一百顆 很嚇他 普京很怕死 一個那麼怕死的人 他怎麼會跟你玉石俱焚 所以 拜登也是 他做很多事情 令你很不滿意 即是不夠果斷 悠遊寡斷的人 因為你是一個 全世界超級大局的領袖 你 要有這個風範才行的嘛 你不可以像是鵪鵪的嘛 烏克蘭那邊的形勢比較好 這幾天就好像是 俄羅斯輸得挺金閒的 武器就開始多了 那些16就開始到了 但是始終說了很久了 你起碼要 炸了那條大橋 炸了很多次也不斷 所以我覺得 他還沒控制到 遠距離攻擊你 還沒控制到 所以也有點失望 現在是拉鋸得很厲害的 現在是膠著來的 因為始終俄軍還有很多部隊 在那裏嘛 那你會殺不殺的嘛 所以現在說 美國破壞了俄羅斯的空中那個東西 控制那個網 有飛機進來的 現在俄羅斯就是那個網 破壞了 其實那個星鏈也是一樣的 而且你控制不讓他用星鏈 你可以用他 沒甚麼用就可以了 現在俄羅斯 實際上經濟一定會崩潰 現在中共的問題就是 拜登 既然你狠一點就 就停了中共 就停了中共輸 你即時斷他 又不夠膽 那你打什麼仗呢 三軍未動糧草先行 打仗一定是往前的嘛 你又一直被中共輸血 那你又在那裏怪他 你怪他做甚麼 誰叫你給中共輸血 所以Tony 現在到底是不是 拜登他們說 我最近聽到你 現在給了一個權力 就是圍著白宮那些生活問題 你可以全部自己決定 但是政策問題 原來全部都是奧巴馬那些人在這裏 不出奇 奧巴馬你可以決定下去的是不是 也不用那麼優柔寡斷 奧巴馬當日也是問題 你記不記得 又跟人家切紅線 對呀 終於又沒有了道 所以奧巴馬 我覺得有一點反映 奧巴馬的政策 現在發生的事情 下面那些人 他們是向奧巴馬報告的 所以我今早都問 到底 拜登的權力去到哪裏 他們說只是生活 見誰 所以很多人差不多 那些部長 整年都沒有見過他 那裏就變成傀儡 那裏就問布林肯和Solomon 決定那些事情 如何徵求 徵求拜登的意見 根本就是奧巴馬那邊 那裏批下來就做了 那個是當日的 協議 他跟奧巴馬之間的協議 其實他是傀儡 來的 奧巴馬也沒有理由 那麼拖來帶水 當時他也有對付俄羅斯的 你不是 招數不太狠 那時只有經濟招 那時只有經濟招 奧巴馬時代 在敘利 畫了幾條紅線 人家就照樣做 但是他就沒有反擊 最後就搞了克里米亞就是這樣失去的 俄羅斯看的都是假的 沒有東西看的 中共就是去南海那裏 說人家答應你拆 人家不拆 你又沒有東西也沒有動作 那就繼續棄基地 奧巴馬也被人覺得他是很阻傾的人 本身他可能也是 那種思維是阻傾的 這是最嚴重的 希望 接下來有一個改變 我們也希望11月後有一個改變 但是改變之餘 你要延續 特朗普的政策 才行 如果延續四年又玩 然後改改改 到時又死 因為你四年 未必會搞得到中共 中共 的大小 那麼大 這節我們先討論那麼多 下一節我們再講其他話題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 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商人房、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